一百年長題目第七題 一個明顯在問Double Sleet的實驗 1.4米就沒什麼特別 Lambda就是光的WaveLength Fringe Separation就是2mm 你記得這些就一定要轉回到0.002m For the same set of the apparatus, suggest a way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bright dots on the screen 這個呢 他在問separation,即是這個delta y 即是你看回那條equation 那你知道有條equation是delta y還是Lambda是大D除A 那現在又想增加那個delta y Fringe Separation 那問你可以有什麼方法 理論上說,你可以增加Lambda,增加D,或者減少A 但那條問題呢 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 它說是same set of apparatus 那意思上呢,你就是不可以改動這個實驗的任何設施 那你想一下,那Lambda是怎麼來呢 那Lambda是看Laser Pointer的 那它放什麼光呢?就是 變成那隻光的WaveLength 你用那個同一個Laser Pointer 那Lambda不會改變 而那個A是說那個double slit 兩個洞之間的separation 那我們即是簡稱就叫做slit separation 或者你可能叫得好一點就是slit to slit separation 那你只是可以變一下變一個D 那D原先呢就是1.4米 那你知道D是什麼?那就是slit to screen的distance 那所以那個方法呢就應該是寫 Increase slit to screen的distance 那些字有些樣子 那下面A2那條問題啦 那現在整個setup呢就換了deflection grading 400Lines per mm 那其實之前的一段片呢就是說了 呃... 跟你有...呃...有講過就是 Deflection grading和 Yanser Poost 去做出來的pattern有什麼不同的 那其實呢,我們可以計一下數的 其實不用計算都可以的了 那就是Deflection grading呢 那些點的樣子是這樣的 是...中...深的那些就會近一點 然後越遠來呢就是那個order越大 就會...偏離得越大 那個角度 那如果你說是Yanser Poost 的話呢,那你是一個一個slit 那麼一條條很密的 那...這兩隻分別就是在於那個... 你可以叫它Deflection grading 就是Speed...呃... Sport-to-Sport的...separation 那在Deflection grading裡面呢 這個距離是會大一點的 那你量度出來的時候呢 那你這個...長度的ERROR 就相...相對而言會小一點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例如我們說... 呃... 例如你這兩點量度出來 那可能你說1cm這樣 那這個ERROR呢就是你那個 就算是最小的那個...黑度 就是1mm 那這裡你量度出來是... 呃...3cm的 那正負1mm 多了我每次量度 那上面一個呢... 那上面一個呢... 所謂ERROR比較小一點呢 是說那個... Percentage Error 那我們說Accuracy是增加呢 我們就在說那個... Percentage Error就是減少的 那以上面這個例子... 那你1mm除1cm就是10%的 那你這裡就是1mm除3cm 就是3.33%的 那你就減少了ERROR 那所以他問... 他問你為什麼... 他不是問你... 他問你... 呃... 為什麼不是問你... 點... 去改... 就是他不是問你How 他問你Why 那如果問你Why的話呢 那你就直接寫個原因出來 還有1分的問題 就不用長篇大量寫 雖然我考的那時候 都是長篇大量寫...寫完出來 那所以其實呢 那比分的位呢 理論上就應該是你寫話呢 就是... separation of 或者between那些bright spots 就是啊 是那個... defection grating 是會大一點的 那就累我到1分的了 那好 第三部分 那這個就... 仍然是defection grating 那有5個spot 那在這個screen上面看呢 那我大概畫... 多一次一點sport 那我拿了另一隻色 一日... 好... 用粗一點點 那有5個點 那這兩... 這5個點之間距離呢 就比你1.56米 那都好肥 是不是 那要計算那個... 那個wavelength 那你要remind自己 你是有什麼equation 在那個... defection grating裡面 那有跟你說過 你上面那條色 是不用得的 你只可以用... 你只可以用呢 就是這一條色啦 D-side filter 等於N-lambda 那第二條色 就是N-mesimum 呢 就小個等於D-lambda 那很明顯就不是問你 那... Order 那個... 那個... 白finch 那就問你 用那條色 那想一下 就是沒有feta給你的 對不對 其實是某程度上 算有的 因為呢 你的Deflection Grating 呢 我用藍色筆去... 那你Deflection Grating 就放在這裡 那你看的時候呢 那你就... 這個距離就是1.4米 那你就要計... 你的角度呢 就是這個角度來的 那... 留意你... 你是計... 你是... 你是... 你是好... 呃... 你不能直接去計 這個... 整個角度的 你一定要切回 一個直角三角形 因為你計角度 一定是直角三角形 那些角度容易計些的嘛 那你就... 那你就... 那你就是... 你拿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直角三角形呢 那個... 那這個... 和... 那這隻Angle Theta呢 都是由... 那條... 那個中心那條線量的 那... 所以你就不應該是用這個整的角度去計 那這一個... 這個... 這個長度... 這兩角角三角形 那... 那這一個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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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那這一個... 那你就... 那你就... TENGET就等於0.78除1.4 那我那時候是沒有直接計算出來的 那我讀計數機再代入 D是什麼呢?就是400Line per mm D是每一個Line和Line之間的距離 1mm除400 0.001除400 這個就是D來的 那你就算元素代入去 Angle代入去 那就是N拿什麼呢? N就是拿回 這個是Seal of Order First Order,Second Order 那這個角度是Second Order的角度來的 所以有個2在這裡 那Fater有什麼都有的 然後按計數機 那你按出來的Lambda 就是6.08乘10的-7次方 Meter 就是如果轉為Linometer 就經常會這樣轉 那你就是 608Linometer 那這裏呢 其實在計算出來之後呢 其實都可以 可以確認到自己 你為什麼有個答案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你計算出來的這個範圍 就在 Visible Light 裡面 那Visible Light的範圍 就大概是300 呃 380-750 好像是這樣 呃 因為不同定義的範圍 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呢 就是接近是 應該是紅色的範圍 那就 那就合理了 那你通常你計算出來的 都要在 這個Range裡面 如果不是通常 就一定計算錯 因為如果它 如果它不是 For Visible Light的話呢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嘛 那你肉眼看不到的話呢 那你就計算不到這舊東西出來啦 即是計算不到 Bright Finch的距離啦 除非拿儀器來計算一下 那就沒有那麼 免得失事的 這樣做 那這就是 Part A就說完了